狂人水平 北京国安输球又输人 部分球迷素质有待提高 在这场比赛之前 广州恒大领先北京国安的优势为4分 这场比赛是国安缩小与恒大积分差距的最好机会 北京国安输掉了这场天王山之战 输球不丢人 部分国安球迷的行为才是真的丢人 如果说打嘴杖还可以理解为球迷文化的话 那么上半场第42分钟 恒大球员杨鼎浩受伤的时候 部分国安球迷竟然高喊报应 这就难以让人谅解了 这部分国安球迷的素质实在堪忧 埃尔克森是国足未来的主力前锋 人家刚刚入籍 北京球迷就用这种方式欢迎他 除此之外 编才甚至主裁也遭到过矿泉水平的袭击 只要有对北京国安不利的判法 看台上的部分北京球迷就难以控制情绪